哼 上集我們就用AI來做開場白 哈哈 今集我們都暗中用了AI 但是不告訴你們哪個位置用 你們猜一下 如果猜不到的話 就是說AI已經慢慢取代我們了 分分鐘就連你現在聽著阿牧的死人聲 都是用AI做出來的 事不宜遲 我們今集繼續講講香港已消失的職業 住行篇 大家好 歡迎來到格密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阿牧 在日常生活裡面 每一件物件都有他的故事 我每一期都會以不同的物件做主角 簡單地講一下他的歷史和冷知識 如果你想緊貼影片的更新 歡迎訂閱我們 彈眠胎 好 先說住 以前有個東西叫做未吃五月種 寒衣還未入籠 就是說未過端午節 都不要把冬天衫進衣櫃 不過現在那些死人天氣 即是未吃五月種 已經熱到老懵懂了 現在香港的冬天 簡直不用蓋棉胎 不過以前要蓋一張很軟綿綿的棉胎 是要找棉胎師傅的 加恩以前的年代 沒有那麼多機器設備 所有東西都是由棉胎師傅 一手一腳做出來 而過程是有很多工序的 有一塊塊的棉花 攤開它 再用工具彈鬆棉花 彈完一層 再到第二層 最後拉線定型 再縫一張皮 一張單人棉胎 就要用六斤棉花 可惜而知 做一張棉胎 是要用多少心機 所以以前那群街坊 是很珍惜棉胎的 一張棉胎 分分鐘蓋成世人 所以他們每逢夏天 就會好好收一張棉胎 冬天才拿出來 放了那麼久 裡面的棉花 就會積到一塊塊 這個時候 就需要找師傅安胎了 即是彈鬆棉花 那張皮 才可以繼續保暖 真是不屌不鬆化 好像夾蜜 倒夜鄉 哈哈哈 現在香港有一個 臭名軟部的職業 以前也有一個 不過就只是未臭 而且是很受人敬重 這個職業就是倒夜鄉 我看過廁所的集也知道 19世紀不是已經發明了抽水馬桶嗎 為什麼這時候的香港 有個職業是幫人倒市呢 那時候住屋設備簡陋 抽水馬桶未補及 加上香港人口急劇膨脹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儲起來 一次過清 每一晚 夜鄉工人就會擔住兩大桶 逐級樓梯走上走下 沿途就會大叫 倒夜鄉 少點中氣都不行 街坊聽到 就會在家裡拿個屎桶出來 給他們清理 這個行業很辛苦的 又臭又重 還要沒有假期 打風下雨也要照倒 你想想 哪有一天沒有人去開屎的 不過這一行 其實在19世紀中期 是很有市場的 因為那時候 珠三角洲一帶 的絲綢行業很發達 所以就需要大量的糞便 來施肥 種桑樹 養蠶蟲 所以那時候 賣屎 是很有商業價值的 這行那麼辛苦 不是愛 不是責任 是要賺食啊 打耕佬 所謂打耕佬 即是一到夜晚 就會走出來打羅打鼓塘報時 比著現在 不是打耕佬 是打糕的耕佬 夜媽媽床圈厲害 不用睡嗎 不過 19世紀早期 這個職業很重要的 因為那時的香港 只是一個漁港仔 晚上經常有海賊出沒 撻野老粒 當時有班街坊都知道了 有什麼醫獄叫救命呢 隨時要等了八個字 才會有人來現場 為了保護自己的身家 性命財產 所以他們就夾錢 組織了一隊治安隊 就是打耕佬了 他們就好像一個有報時功能的 很緊張的 每晚巡一條村 其實一群街坊小心火燭 提防盜察 每晚7點到凌晨3點 每隔2個小時就打一耕 所以就有這麼響得那麼響 才有阻嚇作用 不過去到19世紀尾 這個行業就消失了 事源是一位失眠的副港督 炸了營 這個英國人叫做德忌立 他每天睡覺的時間 都是德忌立 還睡著不久 就總是有人打耕吵醒他 憤怒之下 於是乎 就通過了一行禁令 禁止晚上打耕了 現在的女人一有了 就會去苦產科 照超聲波 聽classic 歌 坐瑜伽波 還看完產前輔導 問完預產期多少號 鋪上兒子的後路 整個package 是不需要太擔心怎麼生的 臨盤入醫院就搞定了 但以前生兒子 其實是很危險的 19世紀的華人社會 他們未接受到西式醫學 頭暈身慶 都是撿兩傘自己搞定的 生兒子都一樣 街坊是在家裡自己處理的 不過風險這麼高 就需要一個有經驗的人士接生 這個就是穩婆 廣東地區 亦都叫做撿媽 或者撿兒子婆 即是現在的座產士 不過這些穩婆 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 是用民間智慧 和經驗去接生 有趣的是 政府也會記住穩婆的名字 落出生紙 看看這張50年代的出生紙 寫著的midwife 就是穩婆 落了credit 還有地址 有什麼事都可以刮出來 嘩啦嘩啦 以前維港還不是這麼小的時候 街坊出出入入都很流行搭船 不是現在的天星小輪 而是一款叫做WALAWALA的船仔 這船大約6米長 可以坐到20人左右 它沒有甲板 一走進去就是船的內籠 雖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就是20世紀初期 街坊過海的重要交通工具 至於為什麼叫WALAWALA的呢 因為那些人說開船的時候 引擎聲加上水聲 就好像WALAWALA這樣 你們聽一下是沒有 嘩 差很遠啊 應該是 這樣的啊 電車售票員 現在無論搭什麼交通工具 有一張八達通就四通八達了 不是賣廣告啊 我是想說以前搭電梯是要 不是所以 搭電車是要買票的 1904年香港第一輛電車正式投入服務 哇 算一算 整120年歷史都來 電車一開是售票制的 所以車裡面就動了兩個售票員 分別負責上下兩層的售票工作 那時候一張票多少錢 那就要看你是華人還是西人了 早期分了頭等和三等兩款車 這一款全開放式的就是三等車 成為五仙 而這一款中間有個車廂的 就是頭等車 成為一毫子 那時候華人就只准坐三等車 頭等就留給那些鬼佬坐 哦 歧視 Hashtag Yellow Lives Matter 所以去到1946年 他們就沒有再這樣分了 他們用了70年的時間 終於裝回前箱上去 去到1976年電車公司不再請售票員了 打後就好像現在這樣 下車給的錢就搞定 現在搭的士呢 的士老經常都說不過海的 有些人就覺得很不合理 但以前的的士老是真的過不了海的 因為他們是人力車夫 怎麼過海啊 人力車夫是日本傳過來的 本身的設計是黃色的 所以又叫做黃包車 他在1883年 正式成為香港合法交通工具 去到1920年代 全盛時期 就有三千人在街道全街大奔走 而他們主要集中在中環一帶 因為出入中環的人 都是非富側貴 那就可以協助他們給多點提示 拉得那麼辛苦 那時候拉著人跑了1.5公里 都是收了兩三毫子的陰工 而最後一代人力車夫洪先生 也是2021年退役 因為他說他年時已高 再加上疫情和黑暴 很影響他的生意 左月曬也是的 黑暴雨很麻煩 整濕車 整濕了人家怎麼做生意呢 很重要的嘛 收成期來的嘛 只是這條已經是死罪了 阿sir不用說 我一定幫你拉他回來 秦城馬 現在送貨 一個APP什麼都幫你送到了 傢俬電器 植物動物 只要有單 就不會托手爭 但其實這個概念 在八九幾年前已經有了 這個職業叫秦城馬 不是一隻馬 是一個人 他是負責送信 加速遞 加尋親 因為他們經常在城裡跑來跑去 所以就被人叫秦城馬 這個職業最早在清末時期出現 那時候戰亂頻繁 信經常寄到半腦被人炸了 所以就很需要一班很新手的聰明仔 遊走各地 將客戶的信件 親手交給修建人 確保一定收到 以前香港的秦城馬 主要是集中在中上環一帶 他們under一種叫做書信館的店 這裡會提供寫信和寄信的服務 這班秦城馬 就會第一時間 純熟 順暫出 客戶還可以選立刻付費 或者是道富 即拾現在的App 他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服務 就是送人 那時候廣東一帶 很多人來香港賺錢 做久了 就想接老婆子女來生活 於是就可以找秦城馬幫拖 帶路送他們下來 免得人生路不熟,危險 所謂有求就有工 人們有需求就自然會產生一份工 就好像早兩年的淡熱魯 大眾很需要求個安心 所以他們就出來嘟人的頭 而以前的年代 街坊都有他們的特別需要 接下來我們就會說一下 舊時有什麼特工 即是特別的工 始祖古阿摩 現在在Youtube 經常都會看到一些一口氣漢員系列 一輪嘴就說了整個故事出來 有些還要嘻到 就這樣用把Siri的聲音就讀出來 不過以前有個職業 簡直是在戲院即場旁述告訴你 他們就是電影解話佬 而30年代的電影 很多都是外國默劇 就算有字幕 當時街坊大部分都不懂字 在那批頭 電影解話佬就是負責即場講述劇情 他們首先會自己攔完一套戲 然後繪形繪聲地演繹出來 甚至乎一些拳擊聲 格劍聲 他們也會用道具輔助 總之就是要令觀眾看得更加有感覺 二戰之後 香港還沒流行打字機的時候 要趕著去印刷 就真的會猛到打字機 因為那時候是用一種叫做活字印刷的技術去印東西 你看幾位麻煩 成千上萬個字 逐隻找出來 再排回一句句 所以當時的印刷店 有一個職業 就是執字粒 他們還會做排版 教隊 是要很謹慎的 因為少少過錯 就要再印過了 這個這麼花功夫的活字印刷 做一份簡單的宣傳單張 就要整五至七天了 在50年代 高峰的時候 中上環就有超過200間的活字印刷公司 加上當時識字的人不多 所以執字粒這個崗位 就很搶手了 無論是兼職還是全職都照殺 就連文學泰斗 尼康先生都做過 熔樹頭老高 現在 Youtube界首席港股佬就是老高 他講故事 直接舒服到 被力譽為他是網絡界首席催眠師 但老高 只是在老婆隔離港股 而這個職業 就在熔樹下面講故事 他們就是港股佬 眾所周知 油麻地天后廟面前 有一塊空地 那裡有很多棵大櫻樹 上世紀二十年代 那裡有很多人在賣藝 賣舞 算命 唱曲 以及港股 以前沒什麼娛樂 一群街坊吃飽飯 沒東西做 就會下來這裡打等 當時的港股佬 通常都會在前面 擺五十多張椅子 坐下聽他們說的話 就要給一兩先 如果不想付錢 站在旁邊聽都可以 很隨便 而這群港股佬 主要是會講述一下 武俠小說 都市傳聞 以及民間故事 還會用風趣幽默的形式來做包裝 吸引多些觀眾課金聽下去 例如這位著名的港股佬 你我先生 他的開場白 是這樣的 我的花名叫Yumi 不過不要叫我做你我 還有啊 你是讀你的 不是你 而我是讀我的 不是我 讀錯了 就當然沒聽過我的港股了 其實讀成這樣 不要緊 不要想到播音界發展 就可以了 你看看以前 港股而已 那些讀音多麼準 現在啊 小心地畫 現在電影出Postar做宣傳很容易 大把東西給你參考 但是以前美興電腦的年代 是要很小心地人手畫出來的 這個職業就是海報畫師了 帶大家看一下七八十年代 香港電影Postar 他們的風格主要是用Q版漫畫的Style 畫主角的大頭出來 每一筆每一畫都是心機和誠意 你不要以為Postar 就是局限於A3、A4、B1、B2這些尺寸 它到底是整幅長那麼大的 6米乘15米 整幅都是人手畫出來的 那時候 畫師會帶著幾個圖底 將這麼大幅的Postar分成幾個部分 每人畫一分 這樣畫出來 即是考奪天功 這裏還可以說個Fun Facts 以前有新戲相 就要掛這些這麼大幅的畫上去做宣傳 所以現在經常說的新戲相畫 就是這個意思 歐草 關於這些香港以前的職業 阿輝也經歷了 不如讓大家說一下 行了行了行了 這次我是回雜貨店 有一次有一對母女就收到來 那個女兒走過寵物用品的東西 媽咪我想吃這個 那媽媽又說 蛤?不是給人吃的 但女兒又不斷扭動 媽媽就逼著買 就應酬她 第二天上班 媽媽又出現了 拿著包狗糧 她就說 喂你有沒有搞錯啊 那現在女兒吃了 那怎麼辦啊 你當我女兒是狗嗎 我又抵不住鏡 我就說 上面包裝寫了 對人體無害的 然後她又 急著我 那你吃啊 我立即二話不說 我立即拿一塊出來 包在口裡咬 然後她突然笑笑 她在袋裡拿了 另一包貓吃的濕糧出來 然後我站在那裡 直至之後 我就沒有再回過這份工作了 做什麼都好 都跟自己說 我做到的 不知道關於香港議事的職業 大家有什麼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今集完 支持我們的創作的話 記得留言 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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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